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全面的介绍了游戏的内容 包括新地图 新场景 新的装扮 新的主武器散枪 新的副武器泡泡雷 以前介绍过的合作模式 新的社交手机应用 由于前作的偶像过气了 变成了在单人模式中帮助玩家的NPC 本作会出现新的偶像组合 游戏将在7月21日发售 在这之前 7月15日和16日两天还会举办祭典试玩 现在大家即可先行下载 日服祭典为摇滚还是流行 欧美服为蛋糕还是冰淇淋 届时 玩家可选择阵营相互对抗 昨晚在推去看直播的小编已经被ice cream刷屏了呀 话说回来 看到这个新武器散枪的之后 大家有没有种很怀念的感觉呢 另外 根据说好了7月7日7点7分发的港媒人天派 在延迟一分钟以后 爆料了塞尔达传说荒野之息的NS版将在明年中文化 异度之刃2 哦 现在用的名字是异度神剑2也将中文化 当然啦 一切还需等待官方的公布 无论中文消息是不是真的 今年也足以成为任系粉丝们狂欢的一年 国航悠悠心忧过神 包含MPS的地平线灵芝曙光 陶鬼转2 还有天天武人先生作为国航独战角色轻轻出演的探险家斯皮兰卡 也就是前阵子NS上的那个全民地底大冒险的官方中文艺名啦 PSVR的遥远星际 Xbox One的体感游戏 体感功夫 还有两个平台未知 可能是爱奇异代理的神盾的游戏 冰封触点和异性工厂 另外 地平线灵芝曙光今天更新了1.3版本 新增二周目和超困难模式 还新增了几个奖杯 白金的同学是不是要准备继续打100%啦 索尼PS Now服务更新 正式加入了对PS4游戏的支持 PS Now是索尼推出的面向PC及智能电视平台的云游戏服务 让玩家可在PC或智能电视上以云端串流的方式 游玩PS3和PS4的部分游戏 目前此服务已在欧美及日本地区推出 至于国内玩家 大家都懂的 《守望先锋》放出新英雄末日铁拳的故事宣传片 由国内狼烟动画团队制作 新英雄定位为突击型 不过像这种正面硬钢1v3的情况 游戏中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吧 《光患5》宣布将为Xbox X更新4K画质布丁 这不是赤裸裸的打小编的脸吗 本身就90多季的光患5更新完4K补丁会变得多大呢 大家是时候买一块信仰外接硬盘了 最后依然是本周各大游戏平台的折扣信息 Steam方面 夏日特卖刚刚结束 目前剩下部分游戏续一下 例如中途世界暗影魔多 新路古语 狙击金3等 另外中途世界暗影魔多还开启了周末免费玩的活动 支持Steam和Xbox One平台 Xbox方面的夏季特卖还在继续 到11日结束 本周除了中途世界暗影魔多的周末免费带来的折扣以外 又增加了新的金会员折扣 包含开门格2的DLC和机票 塞波利亚执名3 以及郭寒刚过审的体感功夫等 PSN港服方面则开启了追加内容买二半价的活动 想要买这些游戏机票的玩家不要错过了 另外索尼宣布PS4游戏明日之子 将在今年11月1日关闭服务 本座自发售以来命运多舛 先是由一次付费模式更改为免费运营模式 现在又宣布即将关闭服务了 也是从今天开始 明日之子的各种内购项目全面打折 帮助玩家在冠服前加速达成白金奖杯 还可获得绝版PSN头像 顺带最后再捞一波钱 好了 资讯就到这里 由于菜菜妹子家里停电 本期新优快讯将会晚一些放出 感谢大家观看 下星期再见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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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